就我们谈一下这一场比赛的感想话 就从第一局开始 就你们不管是实力上 气势上 你们全面占优势的 对你们今天这一局 有点好感想 因为我们上一次教授的时候 我们在印尼的时候 两局就输给他们了 所以我们总结了上一次 失败的经验 然后在就是 全力以赴的去准备今天的比赛 所以我觉得第一局 其实还是碰到了一些困难 但是我们在体力上面 我觉得比他们要占优势很多 因为他们前两场都是打了三局 打的十场会要比我们九 所以我们从体力上面 我们就会要比他们更有信心一点 其实就是在场上求胜的欲望 我们两个也非常强 因为我们说了 最开始就是说 想要这一次拿到奖牌 对 就是完成目标 对对对 就是完成目标 然后我们希望奖牌的颜色 可以更努力一点 对对对 对就这一次的话 那个进入半战赛 然后你们也是这一次 世界赛公里的一人的卫冕冠军 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拿到奖牌 是吧 别这么说呀 你把那个头衔灌到我身上 灌了 我真的压力 幸好我不是打之前你跟我说 要不然我可能这场都很危险 没有 其实我们就是压力和动力是并存的嘛 对因为卫冕冠军也带给了我们很多自信 当然压力也是 你过去了 我觉得主要是都重新开始了 是的 这么久了 是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重新再来 重新出发吧 每一场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